22点19分了朋友们啊给大家看看这个 这不简直就是 草平 我都你们活不过这个夏天 为什么呢 底下是水泥 这个能活吗 说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 最近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 全国多个地方呢在水泥路上种地瓜 在篮球场上种庄稼 乍一看呢还以为是在搞什么科学实验 孰不知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要求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 确保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 那么一些地方呢 因为此前多占耕地未批先建的 如今就完不成了中央下达的目标任务 于是就生出了把水泥路篮球场小公园 盖上土栽上地瓜种上蔬菜的权宜之计 来应付上级检查和国土卫星的航拍 这不简直就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吗 中央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 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对线 如今只能村片乡相片线 一直骗到一直骗到抖音上面 被全国网友看见 上热搜上头条成了轰动全国的大事件 最后处理干部一大骗 这都是假的 全是假的 都是骗人 就中国的粮食早就不够了 什么一号文件 现在你看看 是吧 这耕地早就全盖满楼了 要不然就是楼堂管所 要不然就是铁公鸡 这都扯淡了 是吧 这个 俄罗斯啊 联合国关于俄罗斯 把这从这个人权理事会给它踢出去了 24国家反对 包括俄罗斯自己 包括白俄罗斯 包括乌兹别克 包括塔吉克 是吧 就这个吉尔吉斯 伊朗 尼加拉瓜 就这些国家 古巴 是吧 有加鹏啊 还有加鹏啊 有朝鲜 加鹏现任总理 总统叫阿里本邦格翁丁巴 是吧 13年开始干的 之前是他爹 乌兹别克的总统叫沙夫卡特 米罗莫诺维奇 米尔纪约耶夫 16年上台的 之前是伊斯兰 阿布杜加尼耶维奇 卡里莫夫 干了26年 塔吉克的那个拉霍蒙 干了28年 那就跟那个白俄罗斯 卢卡申科差不多了 普京是干了22年 有几年是让那个梅德威杰夫 当他的那个傀儡吗 俩人玩了一个二人传 他表面当总理 实际上他说了算 吉尔吉斯经常被推翻 最早是阿卡耶夫 阿卡耶夫的儿子 娶了那个那个哈萨克的 那个那个叫什么 纳扎尔巴耶夫的女儿啊 尼加拉瓜叫 何塞丹尼尔奥尔特加 萨维德拉 干了25年啊 还有老沃 这个尼加拉瓜 尼加拉瓜是那什么 是过去有左派游击队 也是苏联 或者是中国支持的 主要是苏联支持 叫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啊 是这样啊 现在有一个笑话 挺好玩的 这个笑话说呀 两个俄罗斯人在聊乌克兰啊 说假说了 说听说现在全世界都相信 我们干了大屠杀 就是在那个乌克兰的那个布查村 也叫布哈啊 然后乙说了 别担心 还有中国人不相信 假说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中国人 真是我们的幸运 乙说了 是啊 说最幸运的是 当年我们只是夺了他们的领土 而没把他们杀光 否则现在就没人帮我们说话了 哎呀 说这个笑话有点冷啊 有点冷啊 冷笑话啊 这个有人说了 昨天呀 我和国家商务部 商务部 就是叫 过去叫外经贸部 一个 一个 一个朋友吃饭 他说他们一个安性的退休副部长 安性 安性 对对对 有一个叫安民好像 叫什么 戴个眼镜 挺壮的 安性有这个人 安性副部长 在战争爆发后 坚持要来给大家讲课 说 凡是同情乌克兰的 都是汉奸 我只能说 商务部 才是汉奸云集的地方 说这个民族太贱了 没有希望 是吧 说民不知有国 国不知有民 反正中国就这么一状况吧 我知道有一个安性的那个外经贸 外经贸部的副部长 טוב 好